這個又比較先進 扭力反手 徐同學拿起新型反手試轉幾圈 希望能夠盡快適應手感 因為他在今年七月就要代表台灣 參加在德國舉辦的國際技能競賽 今年才剛十九歲的徐志鴻雖然已經保送台灣科大 但他也是選擇回到中區指訊中心進行備戰 那他的訓練的時間不是朝九晚五 是朝九晚九從早上練到晚上九點 甚至還超過 所以我常常在園軍我常常都碰到他 晚上都還在練 其實他基本上就是他的學習態度 他不會因為說我是第一名 那就隨隨便便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非常有為的青年 徐同學在兩年前就是國內技能競賽的金牌國手 專長在於綜合機械 不過這個類別橫跨領域相當廣泛 像是車床洗床 電腦制圖 還有配電組裝 全部都非常熟練 因此國內幾家廠商也大方捐贈全新規格的工具器材 希望徐同學能夠提早練習適應 為果爭光 國內跟國外的機台 就形式是差蠻多的 因為我的機台在國內沒有 所以我要去國外試機台 這樣子在比賽上會有很大幫助 除了我們政府的力量 其實我們希望要結合更多的民間資源 比如說國外它的競賽使用的機具設備 可能就不是我們這一套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讓我們的國手 就是說它可能國內有廠商 它有那套設備 因為我們的東西沒有 那它可能就要先去適應 要去適應那種機台 這個人才的培育是需要長期的承諾 那希望今天研華的這個設備捐贈 能夠拋磚引力 引起大家的共鳴 我們一起來為這個自動化人才的培育 盡一份心理 業者表示 像徐同學這樣的自動化機械專業 能夠獨立完成開發流程 是業界最渴望追求的人才之一 希望藉由這次的捐贈 讓徐同學能夠與國際接軌 也希望質詢中心 未來利用這些新的設備 能夠培養更多優秀人才 記者洪佳洪他就吵了 來自動化企業了